尊敬的主位法師 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講到48院第19院 文明發行院 在這一院當中 發菩提心修諸功德 奉行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是菩薩行 菩薩道的走綱領 我們上一節課講到布施 我們前面課程也提到 正住雙修 正修是念佛 祝修斷惡修善 積功累得 修諸功德 奉行六波羅蜜 這個都屬於祝修 我們看109頁 老人家有提到 他26歲開始學佛 到他老人家講 到他老人家講 這個課 他已經學了40年了 40年中修的 跟了凡視訊所講的 他印證是一樣的 越修越有信心 越有信心越敢捨 捨得乾乾淨淨 不在乎 不怕 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理 明理就立得心安 道理明白 心就安 就敢做 那這是他老人家 給我們献身的說法 憲身說法重不重要啊 現在這個時代啊 學科學的 科學 容易懷疑 來拿證據來 所以 沒有憲身說法 你說 我們這一個地區 學佛的 沒有一個人 讓人家看得 很有信心 很尊敬 那你說 這一個地方 佛法能 利性於大眾嗎 修的每個都很執著 學佛 永遠看 哎呦 那個學佛的來了 我們先走吧 哦 那就麻煩了 假如我們學佛出現在人群中 哎 來來來坐坐坐 哎呦 每次聽他 禪話 聽君一席話 慎讀十年書 你看人家家裡那麼和樂 哇 那這個地方佛法就要醒了 敬業三符啊 最後一條啊 勸進行者 但前面呢 都要下功夫的 我們看 孝養父母 奉仕師掌 第一符啊 慈心不殺 修使善業 我們不孝養父母啊 那已經破壞佛門形象了 就別提什麼利重了 所以我們看 這其中啊 十一條 第十一條才是利重 前面十條是自己下功夫啊 所以這敬業三符提醒我們什麼 修行啊 最重要的先修什麼 先修自己啊 而且呢 別人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了 我們修得怎麼樣啊 看別人給我們的回應就知道了 我們依教奉行呢 家裡的人說 欸 你不是要去念佛吧 趕快去吧 他很支持你啊 你看這邊就是一面鏡子啊 回應回來了 假如你越學越執著了 那可能你要出門 你要去幹嘛啊 家裡面那麼多事幹嘛都不做呢 那就不讓你去啦 所以啊 儒家講反求諸己啊 還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很冷靜看呢 我們很冷靜看呢 人與人的互動 愛人者 人恆愛之 敬人者 人恆敬之 我們的家人啊 我們的家人啊 同事 真的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比方說你到人家家裡說了 有沒有人啊 裡面回 你想幹啥 你這個言語就不夠恭敬嘛 請問有人在嗎 有有有 請問哪一位啊 真的是一面鏡子 回回來了 所以佛門講 要依暴隨著正暴轉 至他不餓啊 我們得好好去領會了 所以師長在現身說法 我們看呢 我們也要起而效法 那隨著老上這一段教誨 我們要問問自己啊 我的心安了沒有 理得心安啊 我們現在布施啊 心安不安 會不會怕 布施完了 我沒錢怎麼辦啊 我記得剛學佛的時候 我感覺老和尚 很有智慧 不是一開始聽的時候 就就 有這麼深的感覺 就是學著學著 想想老和尚一開始教導的 哎呀這些觀念 太重要了 這些心理建設 太重要了 比方 老和尚說 你學佛啊 家裡不合啊 家裡不合啊 你學錯了 這些觀念要建立起來 比方老和尚說了 你啊 假如一天沒飯吃啊 那就念一天佛嘛 兩天沒飯吃 念兩天佛嘛 一個星期沒飯吃 你就往生急了世界了 這一段話讓我什麼都不怕 多就多做 少就少做 沒有就別做 我現在感覺到了 人家越支持你啊 你越超新 你要花園 你還得去注意 現在哪一些紅髮立身的事情重要了 所以這個心理建設好了 什麼事都沒有 都沒關係 連沒飯吃都沒有問題 那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那當然 我們的信心呢 也隨著我們 依教奉行啊 得到的 這些善報啊 也會更加的提升信心 我好像也跟大家分享過 以前 聽老阿上說 我們後臺老闆是阿彌陀佛 後來我開始 推廣傳統文化了 到一家飯店 辦了五天的課啊 場地都免費 那個場地是很好的 冷氣都剛裝好的 是那個老闆 剛好我第一次要回 臺灣 我們現場 就是我們海口的同修 他們都有參與到 那一次課程了 五天呢 第一次幸福人生講座 是在海口 當時候 我們本來是在這個西站 那連冷氣都沒有啊 海口的天氣 連冷氣都沒有 只有電風扇 後來要辦五天班呢 我說哇 這麼熱的天氣 天客的人 受不受得了 結果後來 剛好要回一次臺灣呢 就有一個老闆娘請我們吃飯 後來這個老闆送我回家呢 他跟我講啊 這個孔子以前呢 這個孔子以前呢 周遊列國啊 你知道為什麼他可以周遊列國嗎 他的經費從哪裡來呢 他有一個學生叫子貢 子貢是大商人 然後接著他就說了 你們以後辦班啊 需要會議室啊 找我可以啊 我那個冷氣很強的 我說哇太好了 還沒回到臺灣 這個事我就不用擔心了 後來辦課五天了 辦完了 場地不用錢呢 那麽多人去吃飯了 還是要付錢的嘛 五天辦完要去付錢了 那個櫃台小姐說 都付完了 我說誰付的 他說老闆娘付的 因為老闆娘每天都進去聽課 她感嘆說啊 哎呀我的孩子比較大了 假如小的時候啊 他們的老師就來聽這個課啊 就 會在 學校裡面教他們這些東西呢 我當時我就體會到 後臺老闆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又是誰啊 那個老闆娘就是阿彌陀佛了 阿彌陀佛 他當下那個心啊 那個就是 他當下那個心啊 發心的人 他的心跟彌陀的心相應呢 那就是發心的人 他的心跟彌陀的心相應呢 哇那個捐款 一毛錢的 一塊錢的都有啊 那老百姓他生活就不容易了 可是他還他還這麼盡心盡力 在支持 那他那一顆心不就是佛心嗎 真心嗎 真的你看著那一文錢還皺皺的啊 一毛錢啊 你就想到那個 了凡視訊那個兩文錢的故事啊 那這個 體悟啊 後臺老闆是阿彌陀佛 那阿彌陀佛又是誰啊 這個體悟要隨著我們自己去做啊 每個人的領悟啊 不一樣啊 但是你會越做啊 體會越深 越有信心啊 好 接著老人家講啊 財布施啊 財用決定不缺乏 我有認識啊 一對夫妻啊 他們都是演員啊 這個丈夫啊 他演戲劇學校畢業啊 他到北京工作啊 找很多啊 找演啊 這個演藝界啊 比較有頭有臉的人呢 找他們幹什麼 請他們吃飯 請他們喝酒 攀關西啊 就這麼弄了好幾年了 這樣的生活 晚上 有兩三個地方 去應酬 什麼時候回家 快天亮了 吃完早餐了 回家睡覺 過這樣的日子 不是一天不是兩天 幾年了 沒什麼發展 後來有一天檢查 眼睛清光炎 醫生說啊 你有可能會失明了 哇 他晴天霹靂啊 這麼年輕 而且在學校啊 都表現優良了 幾年都沒有發展 後來跟他女朋友說啊 我可能會瞎了 我們還是分手吧 他女朋友很有情意啊 說你瞎了 我也要嫁給你了 結果就在谷底的時候啊 想到好像有人送我書啊 佛書啊 佛書啊 就人家送他的就是老兒子上 的講祭啦 你看人往往到這個谷底的時候 他才在思考人生呢 那一看老兒子上講祭啊 一定會講到財布施 他雖然沒什麼錢啊 他勉強去布施啊 非常感應 他只要一布施啊 就有人找他拍片 他說連他結婚啊 沒有錢啊 先布施一點 人家找他拍片 他才有錢結婚啊 結果後來這麼多年過來了 現在發展的挺好的 我前不久才跟他見面 我說你清光眼有沒有反覆啊 他說沒有 後來就都好了 我請他錄了音 也在訊聞陳總上有 我跟他寫了題目 財富施得財富真實不虛啊 你看他也是現身說法啊 那請問大家 他眼睛得的清光眼是好事還是壞事啊 你真正去體會佛法啊 沒有壞事的 你用對心了就沒有壞事了 你真體會到啦 你就會越來越樂觀了 人為什麼悲觀 為什麼笑不出來 他一遇到事他容易消脾嘛 想不好的嘛 擔憂害怕咯 學佛要改性格 你們有沒有聽過佛經上說 哪一個菩薩很有性格 哪一個菩薩 佛經裡面說 有一天菩薩非常沮喪 好像沒看過 大家注意 在阿彌陀經裡面有講 彼佛何故好阿彌陀 彼佛 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事故好為阿彌陀 阿彌陀佛是無量光啊 大家注意啊 無量光啊 一片光明啊 沒有黑暗的地方 是吧 那大家去感受一下 你一想什麼事情啊 消極了 有沒有感覺這心有一點暗暗的啦 悶悶的啦 那跟無量光就不夠相應了 我們最近常常討論兩個字叫相應 是吧 話不投機半句多 講話不相應了 就別講了 包含心靜佛儲靜啊 希望極樂世界是靜徒啊 我們每天貪心越來越增長 然後說我很想去極樂世界騙人的 不相應啊 他跟目標都背道而馳啦 賢共遵修普賢大師之德 極樂世界是普賢不善的法界啊 那我們跟普賢行相不相應啊 相應了 你的心很安啊 身則決定身呢 我頻率已經接上去了 我有什麼好擔心呢 那普賢行第一個是理敬諸佛啊 理敬一切人事物啊 那我們首先問自己呢 我們理不理敬我們的另一半呢 我觀察很多夫妻啊 一提到另一半呢 那個譴詞用具啊就不夠恭敬了 那個表情呢就不夠恭敬了 甚至於你看稱呼 對方的父母 你爸你媽 你看這個稱呼就不夠恭敬了 分得那麼清楚 分得執著 應該怎麼說啊 咱爸咱媽是吧 你看他聽起來都清啊 你看你一開口 你爸你媽 你看你先生會有好話跟你講吧 中國人講話 情擺在前面啊 你不然一開口就把理擺在前面了 聽起來就不舒服了 都是講一種情分了 人的心就溫暖了 你接下來在談道理啊 人家容易接受了 調剂人情啊 發明示禮啊 你先讓他不舒服了 那你要跟他講理就困難了 那比方說 你要 互利一個人 要提醒他的缺點 然後你就跟他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比較遲 你你有什麼毛病什麼毛病 他聽了不舒服了 雖然沒表現出來 心裡想你有沒有比我好很多 還講我 但是你假如 現在肯定他的優點 或者肯定他的付出 他聽了歡喜了 你再提一兩點 你不要一直提一堆啦 提一點就好了 他就覺得你是在互念他 你是為他好了 講話的先後逝去啊 給人的感受啊 就很不一樣了 那你說講話難嗎 講話說難不難 說簡單不簡單 最重要的是心 你真的能恭敬人啊 能設身處地啊 你就會去拿捏話 應該怎麼講 假如我們都沒有去 尊重人啊 替人設想啊 那可能講錯話 家常病犯 甚至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所以了凡事訓呢 老和上說有一個種詞法門 叫愛靜純心 就是種詞的 我們有愛靜的心呢 你在領會道理啊 可以觸類旁通 因為這些異理啊 都是從愛人 恭敬人出發的 你很容易就產生共鳴 很容易理解 就像呢 要給別人留面子啊 這個就是恭敬啊 你在別人面前 你在別人面前 還講你另一半不好 講他的缺點 你犯了大忌了 你甚至一幫助人的時候啊 你們有沒有經驗幫助人呢 還搞著人家不高興 這個都是啊 我們的心不夠柔軟 不夠細 比方說兄弟之間幫忙 那 你弟弟經濟比較不好 說弟啊 有沒有缺錢啊 他一定跟你說沒有啊 哇 你那個氣勢就 讓他感覺好像挨你一整啊 還是你到香港去一趟 回到內地了 給你弟弟帶什麼 給他 太太帶什麼 給小孩帶什麼 然後 你弟弟的兒子說 哎呀 大伯真好啊 大伯常才來我們家 你弟弟坐在那裡 感受怎麼樣 就你有錢 就大伯比我好 我們心要能夠去感受別人 我這句話說出去 對方會有什麼感受 我這個事做了之後 他會有什麼感受 幫人啊 也要幫得讓對方很溫暖 很舒服 這個人情練打結文章啊 今天你要幫幫你弟弟 經濟上 你要不要在人前跟他談錢 這個單獨 弟啊 最近在忙什麼 他講這樣講 哇 那這 挺好啊 都有發展的機會啊 哎 哦 那發展也需要錢啊 哎 我這裡有多少 你現在不用沒有關係 你先放著 你到時候用不上 你再還我就好了 不會讓他覺得很難受啊 哦 又提醒他 哎呦 發展需要錢呢 到時候零食要周轉了 先放名啊 你沒用上 你再還給我就好了 哦 所以這個 就是人幫人啊 都要顧及到人家的感受 其實啊 你說哎呀 這樣好累啊 誰在累啊 有我才會覺得很累啊 其實這些靜緣呢 都在幫我們放下我職啊 我們太習慣以自我為中心去考慮事了 考慮自己的感受啦 站自己的角度啦 那你縱使是在幫人 你也在增長這些東西啊 那不善修行啊 那修到什麼 修到福報 沒有功德了 還幫著別人 還幫著別人也生煩惱 怎麼會有功德 慈悲才有功德 真誠才有功德 你慈悲你就會考慮得比較 深入了 體恤人心了 我也常跟年輕人在一起啊 我現在不年輕了 我已經過中秋了 不過心裡要藏寶年輕啊 我也見過五六十歲 揹個包包像大學生的啊 那個就是心地清淨啊 挺好的 一般都是沒結婚的啦 沒超過心啦 當父母啊 這個真是辛苦 當然 當父母啊 也要會修行 極向離向別陷進去的 那你還是會藏寶年輕 一般一到父母一抄起心來 有時候就陷進去了 那我跟年輕人在一起啊 男女大法 男女相處要慎重 人世間呢 報恩報怨討債還債啊 那什麼債最不好還呢 錢債好還呢 錢債難還呢 所以這個分寸要注意啦 你沒有那個意思啊 你不要讓人家誤會啦 言語要有分寸 更不要動手動腳啦 你去拍對方 男女有別啊 結果我給一個男同學講啊 他說 哎呀我會去拍的是我對他沒有意思啊 我真正對他有意思啊 我都很敬畏的很恭敬的 我說你就是自私啊 講這種話啊 你只考慮你自己 那你假如拍人家人家誤會怎麼辦啊 大家想一想你看 人在思維事情啊 都是以自己為中心啊 沒考慮別人啊 沒考慮別人啊 我們不從這些自己每天的思維的狀態去反觀呢 怎麼去放下我辭啊 在增長自己都不知道啊 你比方說跟人談話 都是你在講話 別人都插不上嘴 這個都太自我啦 都沒考慮到 別人的感受啦 應該是多傾聽別人講 你多傾聽的才了解他的心的狀態 才了解他遇到的事嘛 你講話才氣他的 情況啊 男友一開口就都是自己在講 都 不懂得傾聽 好 會開口就停不下來 都是比較強勢啦 都是 就是自己說了算的這種性格啦 我們 最近我大聲疾呼啊 當父母當老師的刀下留人 我們 我們所做啊 要符合理記學技啊 導而伏牽 搶而伏役 開而伏打 導引導 尋尋尋尋尋尋善用 不是牵 牵是你硬拉他 那叫亞苗助長 亚苗助长是反效果的 抢而服役 抢是鼓励 役是否定 多鼓励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了 你这静挑孩子的不好 他跟你就越来越有距离了 鼓励激发潜能 称赞如来 鼓励跟普言行相应 第三 开而复杂 开是启发 开发 达是什么 达就是灌输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灌 灌输式的教育方法 会让他的雾门堵住 他不会思考 他就变成命令式 固定接受别人的指令命令 自己不会思考了 你教干啥 他干啥 你不教他干啥 他也不会去想 孩子的雾门堵住了 他要学圣教就难了 东方的学问 强调的是悟性 强调的是悟性 我们的教学方法不对了 为他好 反而施得其反 所以我们不能随顺自己的言语习惯 我们要随顺经典的教导 何言暗语 劝欲测净 言语不能强势 柔和直指 设身德 刚刚跟大家举了这个演员的例子 他就很明显了 证明 财布施才能得财富 布施是财富的真英 不然你就瞎忙活了 好 当然大家自身或者亲戚朋友 都有真实的例子 这个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增长大家的信心 法布施决定增长聪明智慧 修阴德国 诸位同修 我们觉得我们聪明智慧够不够 我们需不希望聪明智慧不断提升 你不能一直在那里希望 那叫做白日梦 应该怎么做 修法布施 我们硬经书 这是法布施 我把我会的东西供养别人 当然我这么一讲 大家不要又听出执着 一见人就开始念佛重要 能往生极乐世界 人家刚认识你 还不了解 你说你是劝我去死吗 还没接触佛教的人 他一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 他觉得就是要死了 他有一些 他没接触 但是他看一些像 他自己产生误会了 对啊 有很多老人家 你跟他念阿弥陀佛 他不高兴了 他联想了 那个是死的时候才念的 所以你要法布施 你要看交情 看场合 看他的程度 都是活的 活学活用 但是要知道 法布施的重要 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 你没有法 他就没智慧了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他没有经典的指导 他怎么长智慧 所以做法布施 也是落实无量寿经 开笔智慧言 获得光明深满 常以法医 绝诸四天 在无量寿经里面 很多句教我们都要做法布施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我记得初学佛的时候 开车 车上一定放法宝 跟同事朋友聊聊聊 他听了佛法的东西 挺感兴趣的 你就可以回车上拿一本书送的 你可不要送一堆 把人家吓到了 你看这个都是分寸 我们刚刚说的 你有爱静的心 你就会言语 行为的分寸 你就会拿捏好 你有替他设想 你要想 你一下子拿十本给他了 他会不会有压力 这个就要分寸了 那拿捏好了 好 所以这个 无量寿经 这叫我们要法布施 我们就要好好做 依教奉行 修音就会得果了 我记得当时候 导法上还讲经 你带个佛珠 是吧 你在坐公车的时候 人家一看到佛珠 他就有个佛的念头 我们那时候开车 就在车子后面贴一个 拿摩阿弥陀佛 那个谁停在我们后面 就念了 拿摩阿弥陀佛 这个都法布施 你有那个心 你就会考虑到了 这个无量寿经 有一句 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长念佛而深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那我们要尽一切机会 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众生 是吧 说此广度生死流 末法时期 异议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我就有一次 到朋友家 磕光碟 那时候都是磕光碟 光碟机 觉得老阿尚这一片讲得好 就去磕啊磕啊 去跟人家流通 那我到这个朋友家呢 他刚好出门去了 结果突然有人敲门了 是残障学校来募款了 刚好碰上了嘛 就有这个缘了 我们捐了一点钱了 他说这个捐款 我们都请要签名的 你看那么多人 他就翻了几页给我看了 我都看到两个字叫妙音 我把本子接过来 大家想我签什么名啊 我就签妙音啊 哎呀你怎么也签妙音啊 你看我给他讲妙音的音源就 就到了 就可以把无量寿经介绍给他 所有念阿弥陀佛都会往生极乐世界 都称妙音如来啊 这个是这个典故你就带出来了 这一本经就是介绍阿弥陀佛 他从英帝怎么修行 怎么参访世界 整个宇宙的国土把所有的优点 都吸收了 缺点都不要了 那个国家贩售诸乐 无有重苦 你不就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他认识了吗 你有那个心 你可能就有那个灵感 你没有那个心啊 这些机会就流过去了 当然机会也不能太勉强 看情况 比方说我是比较激动的人 我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我记得当时候念师范学院 有个女同学 我送她书 送她几本书 她拿来看了一下 她说你都看这些书 我还挺敏锐的 我一听她这句话 我就知道她的意思了 就是说 你说看这些修行的书 不会很无聊吧 又有一次 我教第三年教书 我当时带了四大天王 我每一天都要在教室盯着他们 不能他们会作乱的 所以学校的同事很少看到我 有一次到图书馆 带他们去图书馆 遇到一个女同事了 我就跟她聊了几句 她看着我说 我怎么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来的 可能我一讲话好像古代人来了 所以你看我有失败的例子 应该怎样 应该跟人家聊聊家常 从这里面再顺势营造 一开口人家觉得好像古代人 所以讲话要看因缘 要铺垫因缘 不能超之过气 无微不失一定得健康长寿 你不求也必定得到的 你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报 财富、智慧、健康长寿 是每一个人需求的 想求而不肯重因 哪里会来这些果报 所以一切事都不离因果 求佛菩萨 想利用佛菩萨保佑 贿赂佛菩萨 每天多供养些 那是假的 没有用 这也有点侮辱佛菩萨了 要真正懂得因果 修因得果 这是佛教我们的 你真正能依照佛的教训修行 你家里不供佛像 不烧香 不供香、香、花、水果都没有关系 你修因一定得果报 决定得到 我出学佛听老师上讲的 你不依教奉行 你家里供一百尊伟陀菩萨 一千尊伟陀菩萨也不保佑你 你依教奉行 你没有供伟陀菩萨也不持 你家里供的佛堂在庄严呢 每天上供都不缺乏 你的心形不能依照佛教的去做 你什么也得不到 所得的还是一身罪业啊 所以佛法不重行事 重食指 说老实话 你供养的这些 佛菩萨看到这些供品 都有农药 都有染污 不要说吃啊 就连闻都不闻一下 所以啊 这佛菩萨他不用吃啊 西方极乐世界 连吃海会 重菩萨都不用吃了 这是什么 表我们一点敬意 但是真正的敬意啊 是依教奉行 真正敬意啊 不在形式 同修们不可以不知道 当然这个形式啊 不可少 有这个形式 恭敬供养啊 一般大众看了 他也学到了 要对佛菩萨恭敬啊 谱贤行当中啊 有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第一的就是 如说修行供养 依教奉行是最好的供养 林哲学先生呢 这个也是学佛很深入的大德 他有十无益 诸位同修啊 这十无益啊 重要啊 一个人一个家庭忽略了十无益啊 你就白忙一场啊 无益啊 得不到利益了 比方说你从小就陪孩子读经了 花了那么多心血啊 可是你没叫他规矩 行止不端 读书无益了 这个 心高气傲啊 博学无益了 你只注意 哇他多读一点书啊 没有观察到他的 这个德行的部分 没有培养他 规矩 恭敬谦虚 那你就全盘皆输了 所以林哲学这些话 总结人生的重点啊 那时运不通 妄求无益 什么事都有时节因缘 不能挤啊 不能强求 那让他水到渠成 这总结这个事情的原理原则 其中有一条 不孝父母啊 奉神无益 那神佛菩萨教你什么 第一条 孝养父母 你都不孝父母了 拜没用的 好我们看了 下一段 布施啊 一定要做 要认真的去做 尽心尽力的去做 决定有好处 布施啊 说实在的 也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种福啊 种子要种在土里 它才会长 所以布施啊 你还要判断 不能乱布施了 要种在土里面呢 它才会生根发芽 如果种在一颗石头上 种子会烂掉 什么收获也没有 你要有智慧啊 要认识福田 到哪里去种福 这是个大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 不能不留意 否则啊 拿钱财布施 最容易造业 如果是正法 那你真正种到无上的福田 如果你去供养 协施 协法 帮助他造罪业 他堕地狱 你将来也免不了 跟他一道去 你变成他的帮手了 断了众生的慧命了 那就错了 现在这个现象不少 老实上慈悲提醒了 佛在世的时候就说了 末法时起 邪师说法 如恒合杀 那代表邪的多 还是振的多 邪的多 那邪的 他能那么多啊 有没有人支持他 有啊 我记得 老上讲经的时候说 现在的人听骗不听劝 认假不认真 这个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现在认假不认真 他没有判断力 哇 那个邪的 搞神通的 一开法会 七八千人 你真正讲经了 三五个来 哇 那七八千人 那你说七八千人 那财力从哪里来 不都是大众供养的吗 但是他把众生都引邪去 那所以老上讲这个 一定要判断 不能乱布施了 我看事长讲 现在这个世间 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善知识 是好老师 好老师 决定不会在外面宣传 我是善知识 我是好老师 不可能 我们既然没有慧眼 不能辨别哪一个是真善知识 也不要紧 我常常劝大家 我也不能辨别 不能辨别 咱们找古人 提到找古人 老上接着说了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十年 李老师不敢以老师的身份自居 他非常谦虚 其实我们顺着这个话的教导 就在建立对善知识的判断 他教我学硬光法师 以硬光法师为老师 硬光法师已经不在了 但有硬光法师文操在 天天读文操 就是接受大师对我们开始 听大师的教训 依教奉行 做硬光大师的学生 他是硬光大师的学生 叫我们都做硬光大师的学生 他跟我们是同学 这样的谦虚 所以善知识 我们判断了 有一条谦虚 他不会标榜自己的 他标榜自己就是 名利心 傲慢 所以太上感应篇说 不脏人短 不炫己长 这一点大家要冷静才能判断 比方说 今天有一个人 他拿着USB 现在不是光盘 USB 你听听这个 老和尚赞叹我的 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他在标榜他自己 我们看老和尚最常赞叹的 刘树荫老师 刘老师马上 我没有老和尚讲得这么好 人家谦虚 所以一个人拿着 这老和尚赞叹我的 你听 那你就要会判断 你不要一听老和尚赞叹 你又开始激动了 人一激动就不够冷静了 而且谦虚的都是 数而不足 幸而好苦 他所讲的 他不是说 这是我创造发明的 他都是跟着经教在讲的 好 我来看师长 说了 今天我劝诸位同修 我们以阿弥陀佛做老师 这还能错得了吗 阿弥陀佛没在此地 但无量寿经在面前 经就是佛 佛的心 佛的愿 佛的见解 佛的思想 佛的行词 都在这一部经典之中 我们读诵 受词 依教奉行 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讲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这个以无量寿经来修行 这个不会错 我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大家都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我们也是同学 希望大家冷静的去想想 我们要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 了解佛的心愿 见解 思想 行词 你看 激功累得第八 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行词 少欲知足 专求百法 我们随文入观 少欲知足 我们有没有越来欲望越来越善 然后专求百法 这个渴望学习的心 像饥渴饮食 渴了很想喝水 饿了很想吃饭 专求百法 惠力穷身 志愿无倦 有没有帮一下人就不耐烦了 这不行了 忍力成就 一切法都成于忍了 你看这些经文 我们就是在跟阿弥陀佛学习 忍力成就很重要 不仁不止不能成就 前功尽弃 甚至还副作用都会出来 你是没有做成了吗 人家都说不行 这个学佛都不行 学佛也没什么改变 了凡事训呢 有一段经文 很重要 就是 与人为善 基善之方里面提了行善的十个纲领 第一个就是与人为善 举了顺王 顺在雷者 改变了这一方的风气 这一方本来都是 互相争夺 他老人家去了 一年 互相礼让 以顺的 智慧得能 怎么不能以一言来教众人 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直 用身教来带动 良功苦心 大家能不能体会 什么良功苦心 顺王有那个智慧跟威望 我们有没有 我们不一定有 所以他用讲的 我们后面也学不了 他用身教 任何人都能学了 接着了凡先生 把这个公案 跟我们这个时代结合起来 我们是末法时期 无备处末世 末世就是末法时期 怎么跟人相处 尤其跟家里的人相处 危己之常盖人 危己之善行人 危己之多能困人 不要以自己的长处 去压别人 不要以自己做的善事 去行人就好像 去炫耀的那个感觉 多能 你的能力才能很多 去挖苦别人 要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要谦虚 做了 就不放心上了 有哪些能力 也不放心上 都想着自己缺什么 要好好在 哪些地方提升 就不会去炫耀了 不然都压到别人了 让人家没面子了 你看古人 都有这个涵养 不让人难堪 我们一彰显自己了 就压到别人 欧阳修 唐宋巴大家 欧阳修的文章 在古文观子好多篇 朋友一找他 他从不谈文章 一谈文章 他的客人不是紧张兮兮的 他谈什么 谈半政治 大家都是官员 这个他比较弱 蔡香 他呢 办政事很强 文章比较弱 他建了一个 在福建建了一座桥 七八百年都在 都好好的 非常难得 他办政事的能力非常高 可是朋友来找他呢 他都谈文章 因为那是他的弱像 向人家请教 我们学古人 目贤当目其心 感受到佛不赛的心 古人的心 从心上去效法 积德行善 要从心上 跟改过一样 改过有从事上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心上改 行善也是 有从事上行 有从理上 有从心上去效法 其实这段话就很重要 我们要收敛才智 不要去压别人 见人过失 看到家里人有错了 含荒荣 包容 掩覆之 掩覆之 掩覆之就是 给人家台阶下 掩盖一下 给他留面子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 有所顾忌 不敢重 为什么叫令其可改 因为你一直批评 他就恼羞 成怒了 破罐子 破摔了 我就是这样 不然你要怎样 你讲一次 讲两次了 就不要讲 讲得很啰嗦了 那个讲话的分寸很重要 要像妈妈提醒孩子了 提醒一次两次 他还没改 别说了 往往提了几次 他没做 发脾气了 你发完脾气了 他更不改了 你提一两次 他没改 你又不说他 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妈没说我 他以前都这么啰嗦的 还会发脾气了 怎么现在不说我 他有所顾忌 不敢重 他不对的 你不说 他有一点好 你赞叹 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凡人舍己而从之 就是他有好的 你赞叹他 你成他之美 人的良心 就因为我们这样的 修养 就自然起来了 哎呀 我那么多问题 我母亲 我太太都不说 我才那么一点好 他们就赞叹 哎呀 不好意思了 不能辜负他们的欣赏了 窥之啊 小人可使为君子 要让人家的惭愧心 是自己出来的 不是你骂出来的 那骂叫什么 积之啊 你太强烈了 积之 君子可使为小人啊 窥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啊 我们每天是在干 把小人变君子 还是把君子变小人 古人留这些人生哲理啊 不能忘啊 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看我们这个课程啊 调会一个半小时好了 有没有反对意见的 现在是民主 有反对的我们可以 先不敢 小如没有反对的 那当然你刚好有事跟人家约好了 不能失信了 赶快下线去 这个到时候看录像就好了 你不能到说诗约的时候 因为陈德法是多上了15分钟 不能把责任推给我 这个 法是很活泼很圆浓的 不要太死板 跟人家约好了 人能宏道 我们要把信演出来 不是多听听就会进步 要依教奉行 这个最重要 我们真的修行人要敏锐 经历过的事 到底问题出在哪 要体会到 不然常常跟家里人闹不愉快 跟朋友闹不愉快 同事闹不愉快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这些人情事理 我们要体会到 经一世 要长一世 好 那我们看佛法的教导 我们找老师不可以随便的 阿曼问世佛集中经讲 从明师受见 明白的老师 他是修行的过来人 假如他不是修行的过来人 他还敢跟你拍胸脯说 你跟着我修绝对没问题 那不是狂妄了吗 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 所以我们不是修行的过来人 真的 面对 有信任我们的人 我们应该是带着他一起 医子 明师 这人不能打肿脸 臭胖子的 断人家会命 这个罪业可是不得了 不是开玩笑的 好 那我们跟老和尚的缘去主 只要相信老和尚 成德跟很多同修说 那我们这一生了脱生死 往生其中这些的缘成熟了 当然也要善有为一 你不能把老和尚的教会给误错了 善有为一一起切磋探讨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可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他得度的缘 不一定是跟老和尚 他有可能是跟另外的善知识 可是当他想修道 他不能判断善知识 现在邪师佛法都很合杀 我们有机会 聊着聊着 也要把怎么分辨邪证 供养给亲戚朋友 大家觉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那我们从老和尚的交召 老和尚为什么一提修行 就要提三个老师 大家体会到没有 代表佛法的修学 一定要有师承 正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要有师承 法华经说的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德见佛 我们修学的路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助缘 就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是大因缘 这因缘里面最重要的 六祖谈经里面提到了 威英王佛 以前有无师自通的 威英王佛以后没有了 所以你要医子的老师 他一定有师承 你看老师上的师承 就是应光大师 李秉兰老师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我们刚刚提到 谦虚 善知识谦虚 再来 安平乐道 善知识不会 什么车子吃都很讲究 那绝对不是善知识 我看现在 开劳士来师的还是什么的 当然人家护法 有钱开来 那是对他恭敬 可是假如他自己买 买很多 那小心了 他自己还买房子 买很多 就小心了 论语里面讲 事自于道 一个读书人 自于大学之道 圣贤之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主与义也 你就不用跟他谈休闲了 他吃的简单一点 他不欢喜了 穿的简朴一点 他也不欢喜了 他要穿名牌了 他要吃好吃了 那这个人 都是欲望在前头 他没有到 安平乐道 而且不会拿着圣教来做生意 赚大钱 这叫批犯如来 师徒如父子 希望来学的人得利益 不会一张票 要很多钱才可以 这个都不相应了 跟真正的善知识 都不相应了 这个大家都要会分辨 第四 《财德论》里面有讲 正直中和位之德 公正 真诚执行正直 很真诚 邪的人有时候不敢正眼看人 邪正看眼鼻 看一个人心念邪还是正 看他眼睛 看他鼻子 当然我们就不要今天一听完 看人就瞪着人家看 所以这个孟子在说 观其谋子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正直中 他做什么事 中到中庸 他不会过不及 他不会走极端 还有和 和就是和气柔软 他会为整体着想 他不会脾气很大 以和为贵 还有一点 这个也是佛当初交代的 不以神通度众生 在印度拍的佛陀传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重点 当时候信众丢石头 对这个出家人很不恭敬 这个出家人献神通 回去被佛呵斥 流弊太大 因为你献神通 比方说我们念佛 开始在谈 我念佛念到 看到什么了 阿弥陀佛来了 就开始在那里旺谈 自己修行的这些境界 这个是不妥当的 我当时刚接触佛法 我到一个佛室里面去 结果有一个同修 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我当时才二十几岁 他在佛像面前 坐在那打坐 坐着坐着就站起来了 坐了可能有二十分钟 他就说今天佛没来就坐了 你看我们二十几岁的人 假如不会判断的话 太厉害了 都知道佛有没有来 这个都是在那里旺谈这些 见佛不见佛这些事情 妄谈这些瑞相什么的 因为你谈这些东西 会产生很多问题的 比方说第一个 误导众生的知见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内学 他要向内的 反文文字性 他要向内反观 你现在跟他说 可以见佛 他会产生什么态度 他向外 常常想着要见佛 见菩萨 你把他修学的知见误导了 所以应该是要往内 才是正确的修学之见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要向内开发的 不是向外攀求 追求 好多人修行 就为了求神通 就完蛋了 我们都要敏感了 你一个言语行为 会产生什么流弊问题 佛考虑事情是很深远的 当然我们也要从佛这些教导 懂得敏锐洞察事情的副作用 我这句话讲了 后面会不会产生什么流弊 我这个行为做了 后面会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要培养这种敏锐度 第二 比方说我们都谈这些见到佛了 让听的人感觉 哇我们境界不一般 我们是圣贤 圣人 可是他又跟我们一接触 我们的言语行为 也跟他差不多 那他就会产生说 原来圣人也跟我差不多 那整个呈现给他的 这个修学次序 他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乱了 差不多啊 圣人跟我差不多啊 因为你现那些神通人 他就感觉你是很高境界的人 就误导他了 你看孔子 五十六五至于学 十五岁 用我们佛家讲的 发四弘四愿 要行菩萨道了 孔子是要行大学之道啊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啊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与一句 还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啊 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啊 那我们哪有说 念了三年五年了 哇这见佛见菩萨在那里炫耀了 那让人家觉得我们 境界相当高了 还发脾气 还贪吃 还什么的 那就乱了众生这个 修学的次序了 第三呢 这破坏众生得度的因缘了 每个众生得度的因缘呢 那不是一生一世的 他可能过去生呢 就跟这个善事是有缘的 诸位同修啊 你们觉得你们跟老和尚的缘是这一生的吗 老和尚深深逝逝 谁足于我 心无战舍啊 可是这个老和尚都说我是凡夫啊 老和尚谦虚啊 结果你哪个人哇信神通了 众生又迷啊 你一神通了本来跟着老和尚学了十年了 哇我这个人很厉害啊跑去跟你了 你把人家得度的机缘给影响了 哇那断了人家的法源呢 这个罪过就很大了 而且这样的人呢 一定搞命令利养的 把众生都带偏掉了 好 所以在论言经里面提到啊 妄谈这些锐相啊神通的人啊 照着叶比沙道淫妄还重不知道多少倍 因为你照沙道淫妄影响的面很小啊 你做这个妄谈神通这些 影响的面大 而且是断人毁命啊 脑外上说的 断人毁命的罪啊 比断人的生命还要重啊 因为毁命有时候它是无量节 好久的时间它才等到这个机会的 你把它给破坏掉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之后改成一个半小时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